Hello Topic 的讀者 大家好 他是 Ian 陳卓彥 他是 Sandro 顧定軒 因為MIRROR 本身自己已經認識 所以前幾天開工我們都是比較自己一堆 但他會很肯融入我們 主動和我們聊天 因為他們是瘋子的 我當然是比較正常的一個 因為我們每天都見面 所以就開始朋友了 去到之後會約出來吃飯 我聖誕節跟他播的 我們兩個過 很快已經幫我改了一個花名 然後令我融入其中 Edan改 因為我姓Guru Gugu 他不叫Gugu 很正 Safi 做我們的教練 加入這個角色也是 跟我們亦師亦友 我們玩得這麼瘋 Safi 到後期已經是 跟我們一起瘋 我想他沒有我們負負 一直拍下去的時候 我們太煩了 我經常在他隔壁場 跑網站主題 有一幕印象的深刻 就是我們跑了整個早上 追他的車 追他的車 總之我們要追他回來 然後我就說 原來跑到這麼瘋子 跑到這麼瘋子 跑到這麼瘋子 在旁邊去唱 然後他就說 哇 你們有聽過嗎 當然了 還跑不太划算 可以唱兩句來聽嗎 不唱 好 留在彼此的身邊 牽著手再繼續 唱了整招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開玩笑的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 參與過很多電影演出的一個演員 其實我覺得他在演員的腦 其實都是一片光明 但又會突然想回去做一個參賽者 其實這個決定都挺艱難的 我覺得 還有他剛剛想那樣 就是會不會應付到 不用想一定應付不到 但是迫著你要應付 就是《全民造星》就是這樣 其實那時候 最主要的是 Jeremy 193 還有皮仔 這三個人都很慫恿我參加的 然後他們有時在現場都會 就是 不用麻煩的時候 又會練一下歌 跳一下舞 我有時會八卦一下 還有又會 玩東西 跟著他們 學一下他們 就是他們都很給你信心 有時 Ian進了床 然後我們剛好經過 看到大家 他就看到我一個很小的時刻 後來他就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我就覺得很棒 謝謝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2 雖然打排球身高很重要 但我的確見過一些身高不是太高 但又很厲害 很令人佩服 絕對是 阿King 阿King 那個角色 因為我以前 譬如香港隊出去比賽 見過有些 譬如日本 他們都有一些隨手 是比較矮的 但很厲害 你會更加佩服他 會覺得身高影響不到他 是發揮的 我就是一個人版 我是矮的 那我 對 我覺得自己如果是打得好的話 就不用介意自己高不高 你會不會想高一點 都想 但是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2 YES 順景波有什麼挑戰性的 我覺得逆景波是 那個滿足感是大意的 我享受那種 打逆景波然後反超 那種感覺 就好像做其他事情 大家都不看好你的時候 你往往有個令人跌硬的結果 那一刻感覺是最爽的 其實《全民造星》一定是 你去到最後看回頭 整個過程很苦 但其實最後那個得著 不要說是名次 但你得到的一定會幫到你 我 可能在演戲這條路上 可能在人家眼中我也是 一個挺幸運的人 很多機會 但其實自己也是 一直在要上進步 怎麼可以被人提到 其實自己是 真的很認真對待這件事 1 2 打球打了很多年 排球生涯是打了二全手 那時候打夾 with 打香港隊osh 打了二全手 但其實我小時候是很喜歡 進攻 我很喜歡打 kita 就覺得進攻那一刻 得分的成功感很大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我剛剛也猜到�uri會打防守 男排入選的時候 тоже享受守 有時尋常幫我練波 KHALfor 我是想他去殺好強力的波 幫我接 最好的防守 也是最好的進攻 2 搞不到 你內心都響了我 很漂亮的教練 起碼看著他都很開心 但又不可以不懂教 我覺得身為球員 教練漂亮不漂亮是絕對不關我的事 家瑜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家瑜很特別又漂亮又搞得好 我也是貪心 其實想兩人都要 因為你打球的時候 可能已經很累了 又會捱不住 可能你看上去那一刻 看到是 好 回血 回血 那我選一 3 2 1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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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 3 3 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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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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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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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